上周阿伟盘了一期不靠奥特曼的力量 仅凭防卫队自身的实力 都消灭过哪些怪兽 其中说到了宇宙恐龙截盾 被科特队一只小手枪就给打炸了 和40米高的大哥安东拉 轻而易举的就被神秘队长 扔得心石击中身亡 以及金骨桥被防卫队一炮轰死的 撞了一场面等等 随后就有小伙伴表示 阿伟阿伟 这个系列不要停 一直跟下去 好家伙 既然大家都喜欢看 那本家伟就继续给他挖一挖 在奥特曼中 凭自身本是消灭怪兽的防卫队 都消灭过哪些怪兽 第一位木乃伊 在初代第十二话中 阎门博士在山洞中 发现了一具七千年前的干尸 随后早天和蓝军 就将这具干尸 运到了科学中心 打算进行细致的研究 毕竟这玩意儿长得这么帅 谁看了能不心动呢 然后到了这天晚上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科学中心的电渣 突然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 然后一阵强电流就倒进了木乃伊的体内 接着木乃伊的眼睛亮了 然后他开始动了 更可怕的是 木乃伊竟然直接坐了起来 见实验室滋滋电 小巴嘎赶紧禁止查看 可没想到刚关上电上 就被木乃伊徒手给掐死了 随后感觉到不对劲的老巴嘎 也过去查看情况 结果被木乃伊眼睛发出的光线 瞬间击毙 所以从这里来看 这个木乃伊不仅守进的 而且还会发光线 在得知情况以后 科特队和警察立即赶到 围捕木乃伊 而这时候的木乃伊 更是两眼放光 见谁垫谁 随后村松队长 见这小子如此嚣张 马上命令蓝军 用激光枪干他 而蓝军也是勇猛 直接冲到木乃伊面前射击 好家伙 咱就说 蓝里离得这么近 就不怕木乃伊用眼垫你 最后木乃伊还真死在了 科特队的激光枪下 第二位凯姆拉 在初代第21话中 毒气怪兽凯姆拉 受到了地质活动的影响 开始往大武山外区域活动 但由于凯姆拉皮比较厚 防御力又强 所以初代发出的 撕判旧母光线 对其也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不过就在这时 伊出带来了自己研发的新武器 铁翼火箭筒 所以在新野队员内建议下 伊出准备给凯姆拉的被捕 来上致命一击 队长 行了 用这个简翼火箭筒 队长 BOTMAT 被捕 给他致命的一击 蛤蛤蛤 呀 成功了 最后在初代的配合下 蓝军一炮打中了凯姆拉的药汉 该说不说 你们这炮法是真准 第三位 安齐拉信任 在SD实话中 扎一根突然出现在神势中 并开始大肆破坏 而好小不小的是 前来旅游的磁狼和流利子 正好被困在了一个 完全可以跑 但他们就是不跑的地方 所有塔克队立刻前来救援 而北斗则带着新武器 来到地面攻击扎一根 不过北斗连发两炮 始终不能消灭扎一根 就在这时 一个帅气的男人 拿着一把雷射枪 一发就将扎一根给打跑了 而这个勇敢的男人 就是香秀术 可塔克队远见香突然出现 却是一脸的疑惑 香队远不是在跟杰克的搏斗中死了吗 所有受伤的香秀术 被安排在了塔克中心养伤 而在这个过程中 香秀术一系列反常的行为 也引起了北斗的怀疑 就在扎一根再次出现的时候 这个香秀术也彻底暴露了本性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香 而是亚伯恩的手下 安齐拉杏仁 其目的就是要控制扎一根 来消灭塔克队 见自己的阴谋被拆穿 安齐拉杏仁立刻献出了原形 然而这货却是个中看不中硬的主 北斗和南希子 一个用炮一个用枪 没几下就将这货给打炸了 死的是一点排面也没有 还辱没了香哥哥的名声 第四位霸尔吉杏仁 霸尔吉杏仁是 泰罗最终化里的最终宇宙人 霸尔吉先生安排手下萨梅金 在海里摧毁了邮轮 导致剑一的父亲惨死 随后又收拾萨梅金破坏城市 不过很快就遭到了太罗的阻止 几个回合下来 萨梅金就被太罗打得满地爪牙 见自己的马仔要吃亏 霸吉立刻现身支援 不过即使二打一 霸吉他们依旧占不到什么便宜 很快萨梅金就被太罗的光线消灭 与此同时 霸吉也吓得落荒荒淘 而那边的剑一 因为太罗没能及时出剑 拯救自己的父亲 所以对太罗形成怨恨 光太狼为了打敲剑一的仇恨 于是将自己是太罗的秘密 告诉了剑一 你看这个标志 是奥特之母送给我的 光太狼你 我是 沙夫林 搞错了 再来 我是太罗奥特曼 接着光太狼为了让剑一能明白 凡是要靠自己的道理 直接将变身器还给了奥特之母 不再变身太罗 而就在这时 猥琐的霸吉再次健身 企图成人之威 接着霸吉立刻巨大化 所有光太狼就一步步将这宠货 引到了化学工厂的燃料仓库去 而霸吉这个傻缺 也很配合的一脚踢倒了石油罐 弄了自己一身石油 所有光太狼瞅准机会 一枪就把这货给打着了 最后活活被烧死 简直是菜脑离谱 这里阿伟科普一下 霸吉既然是由雷欧的废膏改的 而不是雷欧参考了霸吉的设计 而且霸吉登场的时候 雷欧设计搞的定稿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霸吉也被叫做山代雷欧 第五位加库马阿尔法 在迪加第二化中 酒粮两岛的踩石场下面 突然出现了一只叫加库马的怪兽 加库马以吃石头为生 但是由于人类不断开采石头 导致加库马的食尔越来越少 于是加库马就将人类变成石头 供自己享用 所有TPC立刻对此展开了调查 不过在此期间 加库马突然破土而出 于是TPC立刻引爆炸药 但对加库马并无作用 所有胜利队马上出动飞燕一号 前去对付加库马 不过飞燕一号发出的光线 不仅也对加库马毫无作用 反而飞燕一号装上加库马以后 瞬间失控坠落 好在Lina和中方逃跑的及时 不然被加库马的石化光线击中 第二集就得凉凉 不过就在两人再次陷入险境之际 飞燕二号及时赶到 随后大谷发射出超强力光线 直接将加库马炸得粉身碎骨 所以加库马阿尔法 也是胜利队首个自主消灭的怪兽 不过就在加库马阿尔法 刚被消灭不久 其兄弟加库马贝塔 又突然出现 而加库马贝塔 头上有两个触角 更加难以对付 所以大谷立刻找个角落 变身迪嘉 不过面对加库马贝塔 复合型迪嘉显然不是对手 不仅一度落入下风 甚至还中了对方的石化光线 差点又回归时向迪嘉 不过好在迪嘉 及时性化快乐形态 并果断切断了加库马的头角 也就是从那以后 迪嘉体会到了断角的快乐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只要是看到有角的对手 那不仅是新养 更是手养 非断不可 于是渐渐的 迪嘉也就有了断角狂魔的身号 也正因如此 虽然奥特之父 才坚决反对迪嘉入户光之国 因为他们祖孙三代都有角 开个玩笑 当然 奥特曼中防卫队 仅靠自身实力 消灭怪兽的案例还有很多 如果大家还想看的话 可以继续评论区里留言 阿伟将继续挖下去 直到挖不动为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尽主页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